北京时间6月19日,世界女排联赛结束了第二周的所有比赛,积分排名又有了一些新变化,中国女排2比3不敌意大利,蔡斌指导率队遭遇两连败,不过输掉这场比赛之后,中国女排仍然位居第四,在出现名额的争夺中,掌握着主动权,波兰继续扮演黑马角色,以七胜一负的战级排名榜首,美国与土耳其紧随其后, 未免冠军意大利第一周遭遇三连败之后,第二周在阵容没有明显加强的情况下,迎来了四连胜,其中战胜的就包括中国女排,目前波兰,美国,土耳其,中国女排,巴西,德国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八强的大门,这六支球队晋级没有悬念,波兰队继续排名榜首,这支球队一黑到底,在常规赛赛程已经过去三分之二之际,仍然没有掉队的迹象, 前两周的八场比赛,波兰队获得了其中的七场胜利,虽然在对阵五连败的荷兰时,波兰意外爆冷,但是在面对其余球队时,波兰的表现都相当精彩,中国女排的首场失利,就是输给了波兰,这场比赛波兰对中国女排的限制非常成功,波兰能取得现在的排名,绝不是偶然和运气。 主教练拉瓦里尼执教之后,这支球队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,美国与土耳其紧随其后排在二三位,其中美国女排同样七胜一负,但是由于三比二的场次更多,而根据规则,达满五局的比赛,胜者只能拿到二分,负者一分,因此美国女排的积分要稍逊一筹。 排在波兰队之后,而六胜二负的土耳其,在规划球员瓦尔加斯加入之后,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。 前几个赛季,土耳其一直有着伪强队之称,看似纸面实力很强,但是却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。 今年在桑塔雷利的执教下,这支球队有望摘掉伪强队的帽子。 如果要评选第二周进步最快的球队,意大利一定会是热门候选。 第一周的四场比赛,意大利除了首轮获胜,之后就遭遇了三连败。 第一周的比赛结束之后,意大利仅排名第十二位,出现形势十分渺茫。 不过进入第二周之后,意大利的成绩直线上升,未免冠军联赢四场,将总战绩改写为五胜三负。 而战胜的对手中,就包括中国女排,凭借着这波四连胜,意大利进入前八,在出现名额的争夺中。 领先对手一个身位,塞尔维亚的进步同样肉眼可见。 第一周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塞尔维亚,竟然遭遇了四连败。 塞尔维亚曾经多次站上世界大赛的领奖台,但是由于博斯科维奇的缺席,塞尔维亚的成绩一落千丈。 进入第二周之后,塞尔维亚终于觉醒,这支赛前被视为争冠热门的球队,在第二周取得了三胜一负的战绩。 虽然暂时排名第九的塞尔维亚,在出现名额的争夺中处于劣势。 但是如果第三周博斯科维奇能够回归,塞尔维亚依然有机会竞争竞技资格。 韩国女排是唯一一支开赛以来全败的球队。 自从金软锦退役,李在英和李多英被开除出国家队之后,韩国女排的成绩就一落千丈。 上赛季韩国女排连输12场,本赛季韩国女排依然没有止跌的迹象,前两周又遭遇了八连败。 如果加上2021赛季收尾阶段的三连败,韩国女排跨赛季已经23连败。 昔日的亚洲竞旅,如今成了彻头彻尾的云南队。 不过韩国女排是世界女排联赛的核心球队,即使排名垫底,也没有降级的风险。 视线回到中国女排,当中国女排在香港站遭遇两连败后,很多球迷把矛头指向了主公王云露,认为是她疲软的进攻,导致球队受阻。 再加上替补席上的众会和杜青青没有发挥任何作用。 故而,第三周韩国水源站应该更换主公线的配置。 更有球迷直接在香港街头发问中国女排助教张晨,询问其下站吴梦杰是否会持缘。 张晨在听到球迷的问询后也给出了答案,她表示,可能会。 这一回答被部分球迷解读为吴梦杰会前往韩国站。 且蔡斌还提到目前对内伤病较多,会进行一些调整。 那么吴梦杰到底会不会持缘女排式联赛呢? 个人觉得可能性较小,主要是张晨的回答起不到任何决定性作用。 张晨只是一名助教,球队的仍然组合,还是要看主教练蔡斌的最终意思。 张晨回答的可能会只是一个万金油市的答案。 简单来说就是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取。 我们要知道,主攻线若想换人,根据国际排联的规定,需要从23人名单中选出。 吴梦杰的名字确实在试联赛23人名单里。 故而张晨回答可能会是有依据的。 但结合实际情况而言,吴梦杰既没有和队伍有过任何配合基础,也没有任何大赛经验。 且技术环节也不满足蔡斌对主攻的设想,所以很难临时救火。 大家对王云露诟病最多的是进攻,却忘记了她的一传端的出色表现。 中国女排前八场比赛中,由王云露、李盈莹、龚祥宇和王梦杰组成了一传体系发挥神勇。 一传到位绿排在榜首,完美到位绿排在第二,说明这套一传体系已得到了大赛的检验。 作为主接六轮一传的主攻,王云露接了相当多数量的一传,对阵意大利时,她的一传数量排在第一。 目前这套中国女排体系中,一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没有一传作为保障,许多快速拉开战术就无法实现。 吴梦杰的一传水平还很难撑起六轮一传。 在国内冠军赛中,吴梦杰就曾尝试过六轮一传,虽然能够揭满,但效果并不好。 国内比赛都况且如此,何谈去国际赛场? 大家看重吴梦杰是认为他的进攻点较高,但要想接替王云露这个位置的首要条件,不是进攻而是一传。 正如上面所言,吴梦杰虽然入选了试联赛名单,可并没有和球队进行过一分钟的配合训练。 排球还是一项比较讲究配合的运动。 没有配合的情况下,要想临时持援的可能性较低。 此外,中国女排二队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的集训。 吴梦杰,妙依文等人都进入集训名单,备战亚锦赛。 所以吴梦杰前往韩国的概率非常的小。 在结束香港战最后一场比赛后,主帅蔡斌道出了输球的原因并透露了队内境况。 她表示全队在关键分的把握上不够理想,且现在球队伤病较多,还点名两名球员王媛媛和李盈盈都是咬牙坚持。 第三周韩国战的比赛会适当调整,此话一出瞬间引起了球迷的热议。 大家热议的不是输球原因而是伤病。 试联赛打到现在虽说已经进行了两周,但满打满算也才打了八场球。 中间因为进行男排比赛,女排队伍还休息了一周,在这种强度下,竟然还伤了三名球员。 只能说我们的后勤保障环节有待提高。 受伤的三名球员分别是龚祥宇、王媛媛和李盈盈。 龚祥宇是在香港战第一场和加拿大比赛中意外扭脚,经过两天的休息得到了康复,顺利出战了波兰、意大利之战。 王媛媛在和波兰的比赛中突然被换下,坐在板凳上用冰袋扶着膝盖,看起来是膝伤复发。 李盈盈在场上和袁新月相撞,造成脖子处受伤。 此外她在暂停时也不停地用冰袋扶着自己的膝盖,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疲惫。 除了知道的三人以外,又有部分球员的手臂上都贴满了厚厚地肌肉贴,打到最后一场和意大利的较多。 明显可以看到队伍的注意力开始不集中了。 之所以会造成只打了八场比赛就伤兵满盈,还是在于集训时间太多。 集训并没有什么坏处,但每天八小时的高强度训练还是会让队员感到疲惫。 肌肉也会因为承受不住负荷而受伤,再加上其他队伍都在进行人员轮换,只有我们一套阵容打到底。 主力队员的疲惫感可想而知。 好在蔡斌表示,后面的韩国战赛事,球队会进行调整,希望所说的调整一下是真的调整,而不是口上一说,到最后依然七仙女阵容。 试联赛关系到世界排名固然重要,但其他队伍明显都在锻炼新人,我们也可以踏山之石可以公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